像是當遇到中年婦女有情緒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開玩笑說 欸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 似乎直接把更年期跟情緒起伏大畫上等號 Hello everyone 我是艾美Elise 歡迎收看這週的學會了沒 讓我們一起看國際新聞 學英文單字吧 今天我們要學的單字是 Taboo Taboo 意思是禁忌忌諱 這個字長得跟一般的英文不太像 因為以OO做結尾的英文單字其實比較少 這個字其實是源自於玻璃尼西亞語族 原型為 我也不知道怎麼唸 Taboo 由英國航海家James Cook 在17世紀探索太平洋時所記錄下來的 意思是不潔淨受詛咒或者是被禁止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BBC如何用Taboo 來報導印度將月經施為禁忌話題 對於很多女生來說 每次月經來潮時都苦不堪言 最常見的經痛症狀包含了腹痛 頭痛 噁心嘔吐等 很多人會以為這些不適感可能在停經之後就會隨之消失 但你知道其實當女性進入更年期的時候 會因為內分泌功能減退或者是失調 引起身體的不適感 像是熱潮紅 失眠 心悸 疲乏 甚至是貧尿 陰道炎 那在很多國家 月經的話題被視為禁忌 尤其在思想比較封閉的國家更為嚴重 包含將月經視為不潔 羞恥的事情 或是在月經來潮時不能進入某些宗教常說等 文章內就提到了在印度 跟月經有關的話題是一個禁忌 而且經常被污名化 因此大眾對於停經的了解還是很若後 但在國際上的談論和妨礙 仍然會有抗爭和抗爭 男生的認識已經失敗了 那這邊的抗爭就是指污名化 抗爭就是禁忌 那當一件事情成為禁忌話題不被廣泛討論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大眾對於該議題的謬誤 那在缺乏科學根據的狀況下 偏頗的刻板印象或是錯誤的觀念 就更無法被導正 像是當遇到中年婦女有情緒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開玩笑說 欸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 似乎直接把更年期跟情緒起伏大畫上等號 但其實不論是年齡或者是性別 人類的情緒本來就會因為環境、壓力 甚至是基因等各式各樣的因素受到影響 因此直接把婦女的情緒歸咎在更年期 不太恰當喔 那生理期不只給女性帶來生理及心理的困擾 同時還會加重女性的經濟負擔 那其實民眾黨立委黃生山 在今年積極推動女性生理用品免營業稅 希望可以為女性減輕生理用品所帶來的諸多負擔 好啦那我們來複習一下今天的單字 Taboo Taboo 也就是禁忌忌會的意思 那今天單字你學會了沒? 學會的話別忘了去留言區教功課喔 那現在要到了改作業的時間 老師要來看看大家到底寫作業了沒? 那第一位同學寫到 During the group project Each member chipped in their own ideas to make the project better 這位同學用chip in來表達每一個人都做出了一點貢獻 這邊寫得很好 不過chip in通常會搭配介系詞with來做使用 像是chip in with ideas or supplies 所以老師的訂正門如下 During the group project Each member chipped in with their own ideas to make the project even better 好那第二位同學寫到 Life is like chip in have to make sustain effort 首先呢 is跟chip 這兩個字都是動詞 因此不能黏在一起使用喔 所以chip要改成動名詞chipping 再來這句句子的主詞 life不適用於後半段的make sustain effort 因為出一份力的是人類 是一個人 而不是生活life 因此我們後半句需要補上一個人 來執行投入心力的動作 那老師的訂正門如下 Life is like continuously chipping in You have to keep up a sustained effort 好啦 那還沒有寫功課的同學 趕快去寫功課 我們下周見啦 掰掰 拜拜 別翹頭髮 別翹 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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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吧 啊這好醜啊 好醜啊 對 好醜啊 好醜啊 好醜啊